好 我的 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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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Isabel 那欢迎大家在这个周五的晚上来参加G0D没有人的线上签书会 那今天的书是《真相制造》 从圣战市妈妈极权政府网军教练 境外势力打甲部队内容农场主人到政府小编 这个完整的代表我只会 完成了,我像我念了三遍 这个完整的代表我只会念一次而已 那今天的签书会是由就是G0D社群主办 那G0D是一个以开源模式 然后行动主义、公民精神为核心理念的社群 那首先依据大松的传统 我会用三个关键字来介绍自己 那我的关键字是九松团的团长 然后我的职业是个律师 然后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那这三个面相其实会非常不一样 那今天会出现的是在社群里面的角色 就是会温暖而有人性的Isabel 那不会是那个已经跟小孩在家五十天的那种 三个孩子的妈妈 好,那我们希望在之后的发言里面 也请大家都可以用三个关键字来介绍自己 包括至今还有各位坑主 那其实认知作战和假新闻 一直是G0D社群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但也有很多专案用各种不同的路径 希望能够去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智欣这本书出版之后 我就立刻挖了一个坑 那举办今天的读书会 那非常谢谢智欣愿意跳坑 那也谢谢其他愿意一起跳坑的没有人 就包括说今天做直播的Timmonk 然后协助作图的之号 还有等一下会分享的Ronnie Johnson 比林 以及赞助今天晚上活动会议室的午饮咖啡 那今天的流程会先由智欣来分享20分钟 然后接着由G01的各位坑主分享和回应 也是大概20分钟 然后接着我们会有大概5分钟的休息时间 然后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就是会有QA的讨论 那在5分钟的休息时间里面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可以透过slido 上去把你希望问的问题能够打在slido上 那大家可以投票去选择说 你最想听到智欣回答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们也把这个相关的资讯都贴在 Google Meet的对话框里面 所以大家随时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登入那个共笔去看 或是登入slido去填入你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下午在跟智欣彩台的时候 已经预告说今天应该是会有一个呛辣的讨论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让智欣觉得失望 赶快提出各种问题来 然后今天我另外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没有人的线上读书会 那当然不是说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就糟糕了 那没有人其实就是G01的流畅 就是大概G01参与者都会知道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件事 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这是G01三个核心理念之一 行动主义的一个展现 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人 当你发现没有人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能够把自己就当成那个没有人 然后马上尝试去该做的事情 那G01的社群的贡献者 常常会自称自己是没有人 那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没有人 那今天智欣其实也说 他是一个在G01社群里面 尝试当没有人的没有人 那他曾经当过G01 News的记者 然后我们每次办G01 Summit的时候 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做各种的支援 包括采访主持讲者 几乎没有他不可以做的角色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智欣自己 以三个关键字来介绍他自己 然后开始今天的分享 好 谢谢Isabel 大家好 然后我想先测试一下 就是大家的反应能力好了 因为就是线上活动真的好紧张 然后大部分人都没有开镜头嘛 所以其实可能都在滑手机或吃饭 或在看别的萤幕 所以测试一下 呃大家是是G01V本来的社群的成员的 可以举个手吗 按一下举手 对 好 有八个 目前是八个 九个十个 好 还有吗 现在聊天室里面应该是有七十几个人 83个耶 83个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十几个是本来社群里面的人是不是 或是其他人就是没有空可以举手 对 好 那举完要放下哦 希望还是等一下就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互动 因为今天的节目就是听说最重要的就是后面的QA的部分 所以我前面就尽量缩短 但也是要跟大家成果报告一下这本书就是做到了什么 所以呃会用三个字先跟大家说晚安 首先还是先跟大家收拾那个晚安一下就是一个开场牌 然后想先跟大家说我是谁三个字 我是一个麻瓜 如果在社群里面的话第一关键字是麻瓜 然后就是我不会写call 然后我只会我只会写字跟采访 然后第二关键字应该就是故事 就是我大概能够在社群里面贡献的是我从大家身上看到的故事 然后把故事告诉大家 又或者是在世界上面看到的故事 然后呃带回来给台湾的社群 或是呃台湾的一般民众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大家有看到我后面这张照片吗 有吗 好 好 后面那个是 后面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我跟应该是有一些人 这样子 那是我第一次跟GNV的人有互动 那是2013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在绿党的办公室 那时候写了德国的那个海盗党 去采访他们的党主席 然后在他们的办公室做专访 然后回来之后就跟大家分享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确切的成立GNV还是什么的 所以但是大家那时候就有一些交流 主要是因为德国海盗党是一个对于当下的政治民主政治运作非常的不满意的一群人 然后他们希望用科技的方式让这个运作可以是透明的 让权利关系可以是流动的 然后所以他们透过一些线上的平台来让这些代表制啊 或是民意的传达等等是可见 而且是公平 然后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 这是那时候他们搭起的一个数位民主的一个理想 那会去访他们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赢得了在柏林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大选 所以其实拿到了蛮多的喜次 所以采访了他们 后来就回来跟台湾的很多的朋友 就是有交流就是大家都好奇德国人那时候在试着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那我觉得那大概就是我跟社群的一开头吧 虽然我是一个麻瓜 然后虽然我只会写故事 可是因为我们大家好像都对于现况有一些不满意 但大家又好像对于科技这件事情可以打开的想象空间 是有想要找到什么答案的 所以默默的就很有幸的可以跟社群持续的继续去探索这个答案在哪里 那第三个关键字就是书 对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过去五年很多关于资讯操纵 认知作战或是假新闻这些异敌的采访集结起来的 那这个东西有点像我自己的坑 然后我自己把它填起来 然后现在在社群里面 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 因为这本书来自于八个国家 然后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去到现场 然后采访到这些人 可能包括了剑桥分析的人 包括了德国的极右派的政党的党主席 或是新纳粹的网红 然后又或者是在北马其顿的网军教练 他们就是写出那时候让川普 得到很多点阅率的那一些所谓的假新闻 但是被当真了这样子 所以我在不同的场景遇见这些人 他们其实也在用科技 然后也在用他们觉得 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想把他们的讯息丢出去 只是他们有时候是为了钱 有时候是为了政治利益 那这一些人就组成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社群网站上面的世界这样子 所以后来用这一本书把它集结起来 然后用现代这个观点重新去写它 就变成了一本15万字的书 然后总会有七个章节 15万字里面有三分之一 其实是台湾篇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会特别关注的是 台湾的部分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那采放里面就包括了内容农场主啊 然后他这个内容农场主 他包括了台湾的或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但他们是中国人或是支持中国的 然后还包括了当然测译 或者是所谓的政府里面的小编 他们怎么想象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在做FatTrack 这些今天的这些project们 他们在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刚刚Isabel说 期待有一个呛辣的对谈 我想很多时候会集中在台湾这一边 所以这是我三个关键字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想要开始跟大家报告一些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一定都在书里面 都是我跟这个社群一起经历过的 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重新去看待那一段时间我们走过什么路的 然后也在收录在这本书的相关的采访里面 对 所以三个关键字就是麻瓜 然后故事 然后书 我自己觉得他就解释了这本书 他就是一个麻瓜故事书 就是一个任何人都看得懂这本故事书 虽然他听起来有点硬 真相制造 但其实他讲的是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日常 然后每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选择配偶代表了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他们怎么守住他们的价值 这些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那我在进入故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不确定大家看不看得到 有吗 我今天想说用一个气象主播的方式 好 好 这张图总共有几个层次这样子 好 不是很清楚但没关系 会讲给你们听 他主要解释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真相制造链 他的这个分工是怎么样做的 这个是一个学者不可以用分享荧幕 因为那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在上课就非常无聊 这样子对 这我有想过的 对 好 嗯 好 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字啦 我接下来会讲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他主要是告诉你这个层次 那先讲一下 这张图的最上游呢 会是所谓的政治利益的拥有者 也就是背后的最大的买家 你可以这样想象 就是案主 有一个人他想要发报一个所谓政治 就是所谓的资讯操纵的一个案子 他可能是手下一群写手的人 或是他可能是政治组织的行为者 又或者是他可能是G0V社群的某个某个专案的案组等等 总之他有人马这样子 那他这些人马可能是领钱的或是特别为了一个某个政治利益 所以他们可以在一起口握 或是他就是拥有上百个假账号 或是用群控系统 可以大量的发送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产业链上面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驱动这些 那图上面唯一重要的资讯呢 大概就是你会发现有两个底色 一个部分是黑色 一个部分是没有黑色的地方 那刚刚谈的都是没有黑色的 那其实最关键的是黑色那部分 黑色那部分的人呢 其实是没有拿钱的 那他上面的全部都是有拿钱的 那其实最下面那些没有拿钱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啦 就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的 自己想要支持的某种政治应验 或是不同的原因 我们都参与了这个 真相制造链当中的最大的一部分 但其实我们是从来没有拿钱的那些人 那其实我们都在这条链上面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 其实刚刚那些资讯 我觉得对这边的人来说 都是蛮能够理解的 但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是 这张图其实是我1718年19年的时候 在东南亚这边做 这边的网军的研究的时候 这边的学者会常告诉我的一张图 他其实这是进化过的 这些没有那么复杂 那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书的第一张 其实写的是ISIS 在社群网站上面的作战的战略 这张图就跟我15年16年 写ISIS的时候 在解释他们内部的网络组织图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技术 他们的分工 然后他们用政治也好 用商业力也好 来驱动的这个逻辑跟分工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要用一本书 然后走八个国家 告诉大家一件 大家觉得自己都已经懂的事情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假新闻不只是假新闻 就产业链并不只是产业链 而是他后面其实讲的是 社会结构里面 每一个人不同的人性 大家所在意的事情 跟你所受到的弱点 然后你就会默默站上了 这条链上面的某一个位置 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 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 蛮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就是重点绝对不在于 就是那张图上面的资讯 重点在于在不同的国家 然后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差 但是一样的事情 不断地在别人身上发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 离开这块岛 也去看一下 其他国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因为很多我们所困扰的 或是我们所愤怒的 在其他国家都同时发生 然后很多时候 其实在这边 我们觉得是很邪恶的事情 但是在另外一边 用另外一个视角来做 你会觉得那个彰显的正义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讨论的部分 就是大部分人会在 假新闻的意义当中 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那我想就是 最后的结果 当然就会证明了很多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 自己想要支持的那个正义 可是我觉得 我看见的是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在做对的事 我觉得必须用这样子 不断地映照彼此 我们才有办法真的理解 所谓的资讯操纵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 好 这是想先跟大家确定的一件事 那书里面 当然有谈到中国 然后有谈到香港 有谈到新疆 因为我也是在过去几年 有做新疆的 资家云的报道 资讯操纵这件事情 在这些议题上面 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只给大家看这张图 但今天不会多讲中国 我相信大家等一下会问 那这张图 其实是一个 在武汉肺炎的时候 他们就像台湾的 居民地一样 这个工程师 我有访到他 他做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他就在那时候 把这些 已经重症了 没有人救的 这些武汉的居民 他们透过社交网站上面 发出来的求救讯息 他把它爬下来 然后把它留起来 放在这个网站上面 然后做及时的更新 那访到他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想象的是 很多这些账号 已经被封 或是这些讯息 已经被下架 但是他这个网站 还没有被封锁 没有被攻击 那我有问到他 其实他告诉我的 很多的话 都会让我想到 我在采访 距离每一个 专案的时候 大家所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技术的方式 然后让他觉得重要的是 被保存下来 然后被大家知道 那他所选择的东西就是 当时候这一些 每一个人在家里面 发出来的求救讯号 那书里面其实就讲了 这个专案怎么样死掉的 然后武汉肺炎这件事情 怎么让中国对于资讯的封锁 对于资讯的操控 从以国内为主 然后走向全世界 在这一两年之间 他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不再只是台湾的事情 而是全世界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这本书出去 其实也很多的 其他国家的智库 会很有兴趣 是因为台湾人 所面临的东西 就是这时候 是全世界都想知道的 那这大概是这本书 今天先稍微 让大家知道的事情之一 不过我想要今天 在最后的 我剩下的一点的时间 让大家知道书里面的一个章节 是法国 因为那时候 我跟社群去过法国一次 就是OGP的时候 2017年 然后2016年底 然后我的书里面收录的是 2017年 上半年的时候 法国的总统大选 所以2016年跟社群去的时候 就认识了那边的一些公务员 然后他们想要知道台湾的经验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交流 然后那个公务员 后来就变成认识的朋友了 然后他那时候 知道我要去做总统大选的采访的时候 他在跟我说 Jason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那一些人 他们在哪里 然后我就说是哪一些人 他说 就是那一些帮川普当选的人 然后他们已经公开宣誓说 他们要来操弄法国的大选 然后让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 可以当选这样子 那他所说那些人 其实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加上俄罗斯的王军 所以那时候 我到法国的总统大选去记录的 其实就是台湾人 很熟悉的那个term 就是境外势力 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大选 这样子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现场经历过的场景 这个是马克宏的造势场合 然后在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群众很多是年轻的 然后各种肤色都有 那同一天呢 我们去了另外一个造势场合 他是乐庞 就是极右派的 排出来的候选人 那那一场大选里面 其实这两个人是进到了最后一轮 然后成为生死斗的最后两者 那在这个极右派的场合 我看到可能很有趣的画面 就是这个 他的帽子上面写的字 大家看得到吗 就是让美国再伟大一次 这样子 好 所以很大辣的 很大辣辣的 你可以看到 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连接 哎 伯峰在 伯峰有买这个封面吗 等一下也可以 那个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所以那一次去记录了这场大选 就看到了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那时候啦 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 我先讲是2017年的报道 我必须说 那个报道回台湾之后 没有台湾人理我 这个封面的销量非常的差 台湾人那时候完全不care 什么是假新闻 因为那时候是17年 还没有到2018年的共同大选 这样子 但那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这些境外的势力 怎么样在云端上面集结 这个集结指的是 他们在匿名的聊天室里面 然后大家进去 那随时及时的 我们绝对今天要发动 什么样子的公式 然后大家一起把所有的图卡 现在讲图卡很敏感 那我们把所有的图卡 丢上某个云端的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下载之后呢 法国人负责翻译 美国人负责大量的制造 然后法国人把它翻成 在地的人可以看得懂的语言 但其实很少法国人 很多美国人 所以很多时候都翻错 因为他们都是用Google Translate 那所以他们会在这样子 匿名的地方集结 然后假装自己是法国人 然后用一些Google Translate的东西翻过去 这个跟台湾的情境 其实也没有办法 不是很难想象嘛 然后另外一支势力是谁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用骇客的方式 在选前48小时的时候 号称他们骇进了 马克宏的阵营里面 然后释出了 透过Wikileaks 然后释出了9GB的这个 那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他们号称是派出来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用大量的Bots去宣传说 这里面包括了马克宏接下来要把法国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课程的纲要 然后里面还有马克宏在所有台外的跟其他商人勾结的这一些不同的证据 然后也宣称了马克宏其实是个同志等等等等 就在选前48小时发动这样子的 先是用骇客去取得他们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用假新闻的方式来渲染说这里面有什么有什么 然后再透过跨海的这样子 non-stop的不断在社群网站上面去把它操作成 Twitter上面的热门的关键字 然后让这个东西浮起来 然后最后一集就是乐旁自己在最后的电视辩论上面快要结束之前 然后就把这个题目抛出来 直接对着马克宏问说 马克宏先生你有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从你们阵营露出来的文件里面会有一份 你在海外的资产的什么秘密文件等等 马克宏就一头雾水 所以为什么乐旁可以在上辩论台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谁传的这个文件 这个第一个发这个post是谁 这些等等等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20年跟2021年 那时候很多的研究2017年的这场选举的研究报告都出来了 然后大家都爬下来的那时候的所有的资讯传播这些轨迹 证据就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那个有大量操作的痕迹 从美国那一案然后流到法国来 然后有俄罗斯的账号在作祟 然后还有俄罗斯所支持的在法国的媒体 这个台湾人应该不难想象 然后在上面扮演了很重要的放大声量的角色 然后也有在法国的政治人物去扮演的这样的传声筒 然后把把这些声量不断的放大出来 书里面有一张是之前没有曝光过的是 其实在法国的时候我有采访了极右派 法国的极右派政党他们最早最早提出要做网路战略的这一位大佬 这样子大家可能会觉得极右派是保守然后什么什么 所以应该是一群老老垂液的人 但其实在法国的选举当中网路作战最强的网军最强大的就是极右派 因为他们长期在主流媒体没有得到曝光 然后被大家觉得你们不政治正确所以都不听你们讲话 所以他们很早2008年09年就从网路上面就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个阵营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很多的理论就是怎么样争取言论高地 然后怎么样累积自己的知识 怎么样透过网路来反精英然后打倒 就是这些握有权利跟媒体的这一些精英分子等等 所以他们经营了很久 然后透过匿名论坛上面的经营 然后透过跟俄罗斯那边的合作等等 所以在年轻人这边其实取得了相当大的声量 然后2017年的这场选战 其实就展示了这长久以来累积之后 可以跟境外势力合而为一之后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境外势力的各种手法是有兴趣的话 就是我的法国这张基本上把它当作一个个案研究在写 就是把17年我所在的那边 然后访到了这一些操作网军的人 以及极右派的人自己本身 然后加上后来18年19年20年陆续出来的这些 对那场选举的所有的证据的研究报告 然后综合起来写 我当然是从台湾人的视角来写这一篇 因为我相信我们会不断的面对境外势力的挑战 所以这一篇应该是大家都想读的 那今天要跟社群分享的是 在那场选举前跟选举之后 法国其实发生了一些跟Ginevere相关的事情 选前我说了我跟Ginevere去到那边 然后开OGP的会议嘛 那时候其实执政党因为恐攻的关系支持度掉得非常的低 那他们那时候花了很多的钱 要办这个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世界大会 而且他其实是把日期硬拉前一个一年来举办 就是为了要当的总统造势 但是他总统那时候支持率只有8%不到 所以后来他就只好弃权了 我们抵达的那一天是他宣布他不再参选的隔天 所以那个画面非常的尴尬 因为他们排出了相当大的阵仗 然后唐峰政委当时候也被受邀到那边嘛 就是一种我们要重新建立民主 然后用开放政府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争取选取选民对我们的信任 这是我们重新定义民主的方式 这是那时候总统做的演讲稿 所以那时候大家把开放政府这件事情当作社会沟通 当作把社会不同的意见可以拉回来 大家重新对体制有所信任的一个方式 但后来就发生了我刚刚讲的一场选举 选举当中最大的赢家是极左跟极右这些民粹的人 他们可以用非常酷炫的AR的技术 在舞台上面演讲 然后在网络上面做直播 然后做了相当大的声量的这样子的曝光等等 他们没有用开放 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让大家的眼睛可以看到 大家内心想要期待的那些事情 而他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政治支持 那后来我要讲的是选举后来 那时候OCF犯了TTAG台北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有邀了法国的公务员来到台北分享 然后那时候我有帮Ginney B News做了一篇专访 所以我想知道选前大家对政府完全不信任 然后政治人物包括马克宏自己都抛出开放政府这件事情 想要重新拉回大家的信心 那他当选了 他赢得了大选 那他做了哪些事情 他真的有拉回大家的信心吗 所以那次的大选就是跟这些公务员再聊了一下 那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local 一点也不tag 就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选完那一天巴黎的街头 就是跟作战战场一样的 那是就是催泪瓦斯啊 然后所有的玻璃啊都被砸烂啊 然后就跟着这些年轻人在街上狂跑被警察追 大概一整天哦 就是法国人怒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怒 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年轻人对于民主的失望 即使马克宏当选也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他们后来做了什么呢 他们其实不是在资料的处理上面 或是推出非常多绚丽的科技上面去做资源的投放 他们做的其实是走到乡间 然后去做最基本的就是不同年龄层的人的科技的使用 在台湾的话那就是台湾大哥大会做的事情 就是只要长得怎么样用赖啊或什么的 但是这个在那时候的法国 其实是他们的官方的一个program 就是想要让资讯落差不会变成阶级的一个新的一个barrier 这样子所以他们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走进乡间 然后把第一线的这些公务员变成了科技导向 那这个导向其实变成他能够服务他的人民 然后让城市之外的人有机会透过科技这件事情 是可以参与政治或是表达声音的这一些 就是那时候他们自己做的事情 就他们体会到了是当他真的拿到权力之后 他不能再只做城市里面 他们觉得很酷炫的打开民主啊这些东西 而是让更多不要因为资讯而产生更多的边缘人 直接这样说好了 而他们把资源往那边投射 可是你可以继续你可以看到是假新闻的挑战持续的发生 然后他们这个基层的教育到底有没有办法拉回这一些过去 他们没有办法对话的选民 以目前的名义看起来马克宏还是失败的 可是这个一个一个执政团队的支持度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嘛 那现在又有疫情啊等等等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知道到底他们做的东西的成效是成了还是没有 不过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除了选战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之外 其实更应该知道的是选前他们为什么做那些事情 然后选后他们又试着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镜头可能要再放长放远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用书的方式讲这个议题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情绪其实都很满 关于这个议题就是关于假新闻 那这个情绪有时候是在追是谁在做假新闻 但当我们真的想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一定有耐心或是不一定有资源去理解 议题背后那些有相关的人 那些人在想什么 他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 那他们在假新闻身上是投射了什么样子的希望吗 他们想要完成什么 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物故事 是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议题 然后我相信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多的人 是想要解决问题的 所以或许知道这些你们的user之后 会有办法让专案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也不一定 这是我在猜 所以以上是我的快速报告 然后我想要问我今天来除了稍微分享一下这本书 对大家可能会有方说的东西之外 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讲法国这一章 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从太阳化之后 台湾社会对于用科技来做所谓的社会沟通 是一个共识 或是在当时是一个显学 那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把这件事情当做 他竞选的时候的一个承诺 然后后来的确也在体制上面 或是有一些跟民间跟Genevee合作的专案上面 有展现出来 但从201415一直到现在 这个所谓的社会沟通 透过书里面台湾这一章的采访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 所谓的社会沟通 后来也走向了一个声量上面的竞赛 那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 社交网站上面的账号 变成了政府的宣传的一个角色跟工具 这样子 这不只是在中国所谓的大外宣跟大内宣 这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发生一样的事情 那我想问社群的事情是 我们对社会沟通的想象在那时候跟到现在 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那科技可以扮演的角色 目前来看会是什么 因为其实会用这个科技 或是使用数据在解析名义 或是试图影响认知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所以那这时候作为一个开源的开放的 由下而上的这样子的社群 我们怎么样想象社会沟通 然后科技上面我们的愿景可能会是什么 这个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或许是有机会等一下可以跟三大坑主 跟今天我现在有八九十个人 可以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的部分 以上是尽可能的一些报告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自新的分享 那刚刚自新除了分享他书的内容之外 其实他丢了一个问题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那在后面我们的QA的时间里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从太阳化到现在 GNB社群企图利用科技的工具 还有开放资料去做一些社会沟通 那不论是社群面或是政府面 到底我们在社会沟通上 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 那是有在做沟通 还是其实是在做某些操纵 情趣上的操纵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那个 GNB的坑主分享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会有三个专案的坑主 一起来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的看法 还有专案的状况 那第一位我想要邀请的是Ronnie 那其实刚刚自新说 他在2017年写的封面报道没有人看 但是Ronnie其实是一个先知啊 他在2015年 他就提出他就做了一个专案叫做新闻小帮手 那虽然新闻小帮手现在已经没有在运作了 那但是他到去年的summit的时候 他又很敏锐的提了一个uncomp的题目 就是关于政府带风向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志新下午也跟我分享说 这个其实是有触发他去写了书里面 关于台湾这部分的一些采访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请Ronnie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当时为什么想做新闻小帮手 然后现在又对整个就是假新闻 或是政府在做社会沟通 这部分的想法是怎么样 来Ronnie 好大家好我是Ronnie 然后我先fact check一下 不是2015年是2013年 对是GinnyV第五次黑色 哦对对对对不起对第五次不是第2015 好2013哇 我觉得因为其实新闻小帮手已经是个过去式 就他已经是个死掉的专案了 所以可能现场也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当初会做新闻小帮手 以及它是个什么样的平台 那其实我当初会想做新闻小帮手 是因为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代理人导演分享一则新闻 那新闻的标题叫做月球上面发现韩国的古文明 然后NASA刻意隐瞒 然后这新闻其实蛮荒谬的 就是你到Google上咕一下你就知道说它是一个在中国传的一个谣言 已经好几年前就已经被辟谣过了 然后可是问题就是说这样的假新闻在脸书上面就很容易被分享 然后很容易被暗赞 所以我当时我想说做新闻小帮手就是想说 新闻小帮手那时候是个浏览器外挂 你只要装了这个浏览器外挂 它就会帮助你在如果有新闻被人家回报是错误的 它就会直接在脸书那个新闻的下面显示说这个新闻是个问题新闻 那我主要目的是希望说让大家看到这讯息后会减少分享 以及会协助做辟谣 那我一开始对于就是新闻小帮手那种假新闻的想象 其实我觉得是很单纯简单的 我那时候认为的假新闻就是很有明显的错误要去打脸 或是有很明显的错误可以被指出来的 就有点像是那种留言追追的感觉就是要去打留言 可是到后来慢慢的就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然后为什么我会在2018年想要收掉新闻小帮手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觉得新闻问题新闻这件事情并不是真与假来分 而是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导 或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面向 所以原来在新闻小帮手的设计就只有真跟 就只有假新闻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来是事实查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就是我新闻小帮手本来最早是想说 如果有一个输入界面让大家可以就是回报 好像这件事情就可以自然发生 但其实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关于这两点我是觉得我很钦佩ColdFace 就是ColdFace其实花很多心力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然后再来一个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新闻小帮手是一个Google浏览器外挂 那它的前提就是要做在Google浏览器 小帮手之后然后年底又发生了就是我那时候 公投全部投错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心灰意的就是说 怎么会看到就是 家长辈群组或者是有一些社团的朋友 都会传很多的就是蛮容易被政府而被查证的东西 但他们都会就是会传递 然后到后来再过几年后那个 再过一年感觉就是反国民党势力 或反保守势力的人就开始会有一些反击 所以变成说网路的讨论越来越对立 然后脸书上面越来越多的 就是各种的意见领袖 开始在制造对立 把对方标签化 然后我觉得这几年会觉得就是 就是出征的风气越来越严重 而且感觉出来就是来自可能执政党 也有一些来自官方的一些带领出政话 所以也就像是那个网路小编这样的事件 就会觉得说 其实这几年我对这个议题 真的是越来越悲观 所以我会蛮想 就是这些事我还没看 但是我应该等一下就会买来 好好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一些观察 好以上是已经死掉的新闻小帮手的 坑主Rony One分享 好谢谢Rony的分享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 还还还还蛮讲的还蛮深刻的 那刚刚Rony也有提到说 其实在新闻小帮手的过程中 大家就发现说 事实查核这件事情 确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 那再者是其实我们最近也越 我觉得也越来越发现 带风向他未必是用假新闻 他的素材也可以是真的 所以在怎么去操弄 就是说人民的认知 或者说公民的认知这件事 其实是界限在哪里 其实是越来越微妙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请 那个就是Kovacs 就是Gillie V的 Johnson跟Beline 他们 他们两位真的是我在社群里面 非常佩服的坑主 因为他们这几年来就是 一无反顾的 几乎每周都有editor的聚会 那请Beline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坑里的心得 还有他怎么去看 这些年来的努力 好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平安 今年是我做Covac 真的假的第五年 Ronnie其实是2016年 真的假的第一次提案的时候 的起床 有没有贡献 就是我们第一次提案的时候 Ronnie就在 真的非常谢谢Ronnie 真的假的 对我最大的启发 就是原来我不需要写程式 也可以对社群做出贡献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当时为了 当时其实 其实 Johnson的想法和Ronnie 有一点类似 一样是过去很多已经 错误的讯息已经可以被成 包括像 Jill的留言追追追等等 但是这些讯息却没有很好的 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 被民众所看到 那既然要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想法是他应该以民众可以 容易接收的方式去跟民众互动 如果他们不懂得使用网络 不懂得使用Google 但他们很会转传讯息 那就以向朋友聊天的方式 提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之后当然也是很多 其实Johnson过去做的专案都不红 就是都没有人要用 他过去做过什么证件分析比较 都没有人要用 他的专案都很不受欢迎 那 我们真的假的算是因为可能他 在某一些时候可以 还是可以帮助到别人 我们常常被 被质疑的一个点就是 为什么我90岁的阿嬷 要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真的假的会希望 让大家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刚刚刚刚刚提到的 其实在很过去 嗯 传统媒体的话 嗯 美国语言学家 现在也还活着那个 就是政治学课本 他们会出现的Holmeske 他们以前就曾经在制造共识 这个学术里面就是提出了 就是Propaganda的宣传模型 制造共识 其实就跟智希德书的名字很像 因为一样都是把嗯 真相制造跟制造共识 是一样的东西哦 嗯 真相制造很好看 嗯 他提到了很多宣传模型 比如说就是 媒体公司的老板 像Ownership 他会是谁 嗯 这会导致说就是 这家媒体会做出自我审查 然后避免播报 影响他们利益的讯息 还有就是他们的 嗯 收入来自哪里 就是金流 广告 赞助等等 你可能会因为钱 然后所以嗯 服务付他钱的人 而不是服务他的读者 那包括还有他的来源是什么 他来源可能是来自于特定的 呃 政府也好 或者是呃 某个智库 某个私人资助的来源也好 那像这样子的文章或报道 可能就不会去说自己赞助人的坏话 那包括还有这样的新闻工作者 很多的记者都会有PTSD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死亡威胁 或者是嗯 或者是他们可能过去的采访过程相 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 因为如果记者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工作有的时候他们其实受采访的对 呃被采访的对象也是相对危险的 那这其实是蛮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就就就就就受到了很多很多 呃 类似的困难 类似的压力导致 很多重要的文章 很多重要的英文没有办法 呃被如实的说出 这也是我认为说为什么我们通常会避免使用假新闻这个terms 嗯 假新闻像是在 抹灭了记者的努力 同时他是一个 呃比起不实讯息 比如错误讯息是带了价值片 人家带了bias的 呃一种一种评论 或者是我们去说怎么样传这些新闻 包括像其实就是媒体的转变 从过去的传媒到现在很多新兴媒体 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呃说数据当然是一种媒体的载体 但很多时候呃可能像现在因为呃科技的发达 所以很多的器材门槛大幅的下降 导致其实嗯 他做的并不是媒体的工作 但实际上达到了媒体的效果 那也表示说其实过去媒体的角色已经在转变了 同时更多人一起来竞争其他人的注意力 真的假的也是不断的想要嗯 试图从中找了跟大家对话的空间 呃我们中的当然就是因为可能我们成写的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只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呃累积跟维持 就是他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他应该要能够 持续的成长持续的花时间 我觉得我们把时间花在哪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会长出成果 比如说可能这些花了很多年来写书 那你看到这些书其实就是这些年累积下来呃 每个地方都没有浪费 因为他一年挺多就他也不可能这半个国家都是一年当中去的 所以这一定是他 长时间的累积而来 嗯真的假的在做的事情也是也是一样的累积 城市码的累积 然后还有条目的累积 然后还有就是美洲的会议 嗯我觉得持续的持续的付出持续的贡献 然后持续的去关怀这个社会去关心其他人 嗯对于社会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包括像就是今天那个文播播得很快就是 那个Peter打字打得很快 知道他也打得很快 嗯大家能够就是多做一点事情 其实就可以为其他人带来贡献 为其他人带来帮助 我会觉得这是我在这个专案学到最大的事情 谢谢 啊谢谢谢谢比林 确实我有参与过那个Johnson的证件比较表的专案哦 对我一直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个不会哦 但是嗯对我觉得比林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今天如果不是 没有参与过GNB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不需要会写程式 就就可以来黑客送就可以来参与GNB 那呃我们顺便广告一下 我们在呃7月17号开始会发一个就是真能营就是很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 那真的假的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校外坑主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请那个知浩来跟我们分享Zero Archive 这个算是呃GNB社群里面关于呃资讯的就是操纵的研究这件事情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尝试也就是最新的 尝试那是从很根本的呃角度去累积一个开源的资料库 然后希望能借此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或是研究这个议题 那请知浩咯 好 呃 谢谢依萨贝 我觉得大家都讲的很好呃Zero Archive有点无聊 呃Zero Archive一开始 就是其实我刚刚听自信说那个2017年都没有人在关心假新闻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感受 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工作坊 那时候OCEF办的然后那时候就呃有一些东南亚的朋友来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呢那些东南亚朋友就说哦他们国家假讯息 假讯息不死讯息很严重然后影响大家的生活 影响他们的选举等等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大家可能围成一圈的时候 台湾的人可能就会说哎我们其实没什么感觉这样子 或台湾人在讲的时候也觉得说嗯好像没有 台湾情况没有他们其他比如说缅甸的朋友就说Facebook上面的假讯 非常非常的泛滥等等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很快我们就学到教训了 所以我觉得自信的长时间的报导还有这本书对我们很重要 而且很多的国家呃的个案会让我们觉得说呃不是呃 呃第二是让我们可能不孤单就是可能是从从负面的角度来说 哦台湾人不孤单这样子那很多个案的对照可以让我们比较有信心说 可能这样的操作模式是一个是真的 然后呃我们可能也会也可以用这样的这些国外的个案在台湾找出 是吗其实很对对调查对研究很有帮助 然后Zero Archive一开始的这个点子啊其实是国外的朋友先帮 有点我自己觉得啦有点因为那个讨论伊沙贝其实也有在 伊沙贝可以随时纠正 然后今天有其他两位坑主不不在现场嘛 一位是Polming一位是文艺这样子 然后中间还有有呃其他的Gazira的大大小小的贡献 包括Ronnie到现在都还在帮我们那个管后台 在管Server然后中间还有Bruce的对神司马的贡献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今天只是因为大家刚好都有事 所以我来帮忙讲一下 那Zero Archive那时候的讨论是我跟国外的朋友在讨论说好 19年的时候是18年的大家的PTSD的后面嘛 然后在想说开放社群可以怎么应对像这样子的资讯攻击啊 咨询操弄等等的现象 那想了半天都觉得很 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自己也觉得很焦虑 所以自己其实脑袋也不太清楚这样子 那但是后来在GINV社群的讨论就带到了一点 就说好那我们如果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就来累积资料这样子 那有了资料之后我们可以慢慢来想要做什么 因为社群就是动作慢嘛 我觉得也也蛮OK的 所以那时候就好 那就是我们四处问了一下 刚好比如说很幸运的POMIN愿意跳坑 然后那时候找到了文艺 然后后来找到了BOOST 那大家就开始来做Zero Archive这个专案 那它就是一个那时候的想象其实很宏大 就是说它是一个general purpose的archiving system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备份任何东西的备份的系统 然后备份下来的东西 我们都会努力的把它开源出来 那后来实际上做下去才发现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Internet Archive就不会这么挣扎了 这样之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譬如说 所以那个时候就大概从2019年底开始讨论 2020年开始做 然后做到7月的时候告第一个段落 这样子 那现在它还在继续维持营运当中 那它目前archive就备份的主要的对象是 台湾的网路论坛 包括PTT Dcard 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网站 然后也有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内容农场 内容农场的定义我就不讲了 还有正常的 正常 大家一般认知的大众传媒的新闻网站 比如说东森啊 苹果啊 中时啊 自由啊 这些大家一般会认为是 那个新闻网站的网站的内容 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一些小部分的Facebook的资料 但是因为备份Facebook是比想象中要困难 可能十倍的事情 所以 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解法 所以备份Facebook的那个步调就比较慢 嗯 那 那我今天本来想要准备一些数据 告诉大家说我们到现在都已经备份了多少文章 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累积开源的资料集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就投入了相关领域的资料研究 那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做 嗯 后来的话就是会各种的尝试嘛 一个就是跟社会科学的领域的人合作 他们就会有他们一套这个研究方法 那可能是资料科学家资讯工程师就会有另外一套研究方法 那后来 呃后来我自己是比较认同资料科学这边研究方法 所以开放资料集就对现在在做的研究非常重要 嗯 嗯 但其实也认知到说社群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社群就有时候有人有时候没人嘛 所以呃有组织在推进相关的资料累积和研究 跟有开放的社群在维持开源的 然后开放的讨论空间和平台 那如果组织也可以往开源这边靠拢的话 我觉得会对于整个假讯息或不止讯息的研究的领域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也是我现在也在 除了在社群在做的事情 也在自己的组织在做的事情 就是尽量的让我们的工具能够开源 让资料可以开源 嗯 Zero Archive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我不希望你有多少时间 所以那个Isabelle随时打断我 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有了资料之后 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来使用它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尝试办小松 但其实就是因为不红 所以然后大家其实看了一堆资料 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用 就是那个门槛很高 不像Kofax就是不用写程式 大家可以来小聚 然后大家可以彼此学习说 怎么查证啊 然后怎么上传你的那个查证结果 这些东西 然后而且那个Johnson和比林 还有其他Kofax的贡献者 想了很多怎么建立社群 怎么经营 然后怎么给大家成就感的这样的基础 但是Zero Archive那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太工程师 所以第一个就是根本不会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那时候 在写程式也没时间想 所以那时候本来想要建立一个就是 大家一起做资料科学研究的小小的社群 但其实并没有 就如果就成 结果来讲应该是没有成功 但是那个过程其实还是挺有趣的 对就是看到资料一点一点累积起来 然后慢慢做一些自己觉得好 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很有impact 但是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研究 比如说就看PTT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或是去看不同的内容 之间转传的新闻到底从哪里来 比如说那时候就会发现各式各样奇怪的网站 什么怒吼啊什么密讯啊 那这些在自信的书里面也都有写到 那开放资料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比对内容的相似程度嘛 然后来推论它的来源 但是像调查报道记者啊 或是甚至国家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调查这些组织或网站代理是谁经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那因为资讯操弄或说可能有比较聪动的说法就是资讯战 这件事情其实它的面对我来说 它的如果是攻击的话 它攻击的对象是一个国家里面所有人 因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嘛 所以影响了一个你就影响了一票 那防卫的如果要讲防卫的手法的话 应该就是每个人都要来加强一下自己的那个判读的能力 嗯好大概先讲到最后 好谢谢谢谢志浩 那呃我们就呃分享先到这边 那诶志欣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在我们休息之前 好啊呃 我觉得刚刚我想说不孤单跟累积这件事情 就是我对那个 呃G&V的感觉 然后呃 书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 我特别想跟Ronnie说啊 就是你在上面办那个unconf 然后后来才有 后来书里面15万字多的中间的1万多字 就是来自于政府小编们的几个 几个他们从第一线告诉我的事情 然后加上一些政治公安公司这些 所以从社群里面有得到很多 就是感觉到不孤单或是交换想法 然后我常常跟 或是比林或是Johnson出席一些场合 然后会听到他们怎么报告他们专案的进展 然后也去上他们的workshop 就是教你怎么样辨识 或是怎么样回应这些讯息 其实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那大家的思考 其实透过社群这样的开放的参与 其实是可以彼此很多刺激的 所以今天如果有很多是 没有参与过G&V社群的朋友 然后你跟我一样是麻瓜 那我觉得在这边就是可以 让你可以刺激自己的思考 而且可以找到不同技能的人 然后一起在某样的认知之下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答案的一个地方 然后资本书某程度 就今天有一种回酿家的感觉 就是成果报告是因为 很多的刺激来自于这个社群 然后看见你们的专案之后 我也才会想要知道 我应该去世界上面问 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用我会说的方法 就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互相的结果 我只是想要 听完大家的分享之后 就是特别想要讲这件事 然后这本书 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专案来做 所以出版并不是终点 出版是起点 就是里面其实藏了很多的议题 包括新闻自由 媒体转型 或是小编 政府的角色 或是该不该立法 管制 或者是不实资讯 或是境外势力 这些子议题 写书里面都有 那我的书出完之后 像今天其实是第一场活动 可是之后其实还有 目前已经有六场活动了 那这六场其实就是 每一个子议题的 语谈人 大家一起来聊说 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国外的人 做了什么选择 那我们台湾 接下来可以做 什么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想要继续做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起来做这些 一起来这些读书 或者因为我希望在那边 可以遇到更多不同技能的人 然后我们就 一起来想一下 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事 邀请一下大家 好对就是其实社群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很自由 但是又可以协作同情的地方 那不需要会写程式 就是我也不会写 但是我也在社群就这么多年了 那我们接下来都在休息个五分钟 四分钟好不好 我们9点05分回来 那在这四分钟里面 大家可以起来上个厕所 或是喝喝水 然后有问题的话 请放到slido上面 那另外就是我们 要谢谢那个五银咖啡 他今天赞助 就是我们今天的会议室 然后刚刚志心讲的读书会 也是在五银咖啡那边 会找到相关的资讯 我们等一下会把那QR Code 放在网页上面 让大家可以参考 那要买书的话 也可以到五银咖啡来买 那他们的咖啡豆超赞的 大家不要再离开会议室了 等下来的最精彩的时候 然后就是大家的那个 feedback 刀手都藏在下面 所以等一下才是精华 等等见 好 那就我们就 剩三分钟 9点05分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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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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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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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们在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可以先 感谢观看 每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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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感谢观看 轉轉轉轉轉 那只要我監督比如說 我剛講說監督執政黨 就監督綠的 那就是藍的那邊轉轉轉轉 那如果監督藍的就是綠的那邊轉轉轉 永遠就這樣 就是很明顯這樣 好 那我希望我能夠激發大家 對立的情緒這樣 對不起 哈哈 來自欣 博碰一定還沒有看書啊 對裡面寫很多耶 裡面可以 所以你剛剛不是問我吧 我不是問你 我是全員大家 我直接就跳到往 我有看啊 我直接就跳到最後面境內施力那個啊 不是那你如果正面 你要分享那個OCF的研究結果啊 你怎麼可以不分享不敢講 我可以我可以分享 只是說 我要全員在座的各位 為什麼你們都不研究境外施力 不研究 好好好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志祺有啦 志祺有啦 志祺最後最後張就有 就跳到那邊啊 我不敢 我不敢 challenge你 我是 challenge別人喔 就不敢講話那些人喔 我才不是... 好好好好好 薄碰可以了 好 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那個 嗯... 回... 可以大家回想的點 就是 我不是一開始有說 就是我在17年的時候做那個假新聞的報導 然後都沒有人理我嗎 對不對 然後... 呃... 開始... 假...呃... 假新聞就是不實資訊 這個東西被台灣社會當作一個真正的議題的時候 是因為它跟所謂的境外施力畫上的連結 在那之後 在那之後 整個社會對這個題目突然有了反應了 這樣子 對 呃... 所以...呃... 這是一個社會觀察 所以你... 它... 它就是會回應到我剛剛說的 大家在關注這個議題的時候 比較在意的是 誰在做那件事情 然後大家都想要最後得到的答案是 是我討厭的人在做那件事情 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理解這個議題的時候 會花很多的...呃... 注意力在尋找他想要得到的答案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對這個議題大家還不純熟的時候 那我覺得台灣對這個議題已經過了 希望是... 慢慢過的那個階段是... 分享給大家 2021年3月 就是圖林...英國圖林研究所 大家把...呃... 把... 所謂的假新聞不實資訊這個東西 從早期的 所謂的資訊戰 境外勢力的影響 然後一直到... 後來所謂的認知操作 然後到現在 大家是把它認作一個人類普遍性面對到的認知威脅 就是會影響到集體... 人類集體面對未知風險的能力 疫情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關鍵 大家其實如果能夠接受到正確的資訊 然後集體的理性的做決策 或是深度的討論的話 事情可能會... 可能會... 稍微容易一些 可是因為... 不實資訊或是這些資訊操縱 它... 能夠破壞大家的認知 所以讓這樣的討論很難以發生 就會有伯鋒剛剛說的那樣子的事情 因為伯鋒是醫生嘛 所以在疫情之下 他看到了很多樣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不管是整個世界也好 還是整個台灣也好 就對於這個議題的認知 在疫情之下 我們是需要大聲的告訴大家了 現在大家都應該知道 它就是一個認知威脅 它會影響到你真真實實的健康的問題 它是人類集體在面對... 面對未知風險的時候 需要重新建構的一個 接收資訊跟討論議題的能力 它真正的討論的注意的焦點 不再只是它是誰做的 或是你要... 其實大家都是科... 這邊很多都是科技人 要知道你要境外的人 要講像境內的人 境內人要講像境內的人 那太容易了嘛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應該不會大家只會 拘泥在境外或境內來看啦 我覺得不管是Cofets 還是... 就是ZeroArchive 可能大家在收集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 就是從末端開始收集嘛 其實也不是從前端來... 來確定說你們要做哪些研究 這我不確定 但我覺得... 國鋒剛提到的那一些 的確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們有沒有造成這樣的偏誤 但我覺得大家應該是有學習的 然後... 就是不會有看書就會這樣 書裡面有很多... 就是... 不分國界的這樣子的研究這樣 我補充一下 對... 我絕對沒有Change你的書喔 我是Change 沒有啦 沒關係啦 下面... 下面的人這樣子 對... 我們要... 我們要假裝有火花這樣 好... 假裝有火...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前面有排隊的 所以... 那個... 美軍還有那個 Johnny Walker 先美軍好不好 哈囉... 我應該... 他們會被操弄的 他們是被情緒操弄的 而... 我們是... 足夠擁有資訊去判讀 是理性的人 這樣子的... 呃... 思維 其實忽略了很多時候 訊息的分雜跟混亂 是影響著每一個人的 而且我覺得這在疫情期間 它是更明顯的 那個明顯是說 各種跟疫情有關的資訊 進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醫生專業的人 我很多時候其實也沒有辦法判斷 他的對與錯 可是他的確直接的在我身上 就會產生一個情緒 就在每一個人身上 都會產生一個情緒 那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呃... 我會不會也可能是那個 呃... 假訊息的轉傳者呢 但另外一方面 呃...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有在寫一篇文章 那時候是在做Coface的這個研究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些資料庫裡面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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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傳的一些謠言 其實我發現裡面有很多謠言 它是包裝在這種 關懷的狀態下面 我所謂關懷狀態是說 這是一個醫生告訴你 呃... 什麼樣對你身體好啊 或者是政策告訴你這個 馬上有個新的政策下來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可不可以被罰錢 我其實在傳這些訊息的時候 並不是想要 呃... 拉攏什麼政治的陣營 而是想要關心一個人 那也許是很多時候是 這些情緒的需求 並沒有被很好的回應了 才會造成社會很大的斷裂 那這個社會的斷裂 才是真正造成我們 在假訊息或者這些 這些資訊患難狀態下 得以謀生的這個最基礎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們其實要面對的 不是說給大家很理性的答案 大家就沒有情緒了 而是要去回應不同族群 他們的情緒的需求 我覺得那可能是 一個不一樣的思維的方式 這樣 嗯...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其實是對抗假新聞最好的方式 那個最多的都是 就是來自於彼此的關懷 我覺得就是梅君剛說的那個 真的去理解到 他為什麼會有那個資訊的需求 這樣子 而不是把它當作另外一方 這樣子 嗯...是...好... 那再來我們請那個Johnny Walker 喂...各位好 就是我之前是在烏克蘭念書 然後就看到 呃...在俄羅斯 他們對烏克蘭做混合戰的狀況底下 就造成了烏克蘭整個社會發生 極大的動盪 包含在疫情蔓延的這個當下 他們用一些也是所謂的 呃...可能是假訊息 然後可能是一些認知作戰的部分 然後就造成在首都基辅有反疫苗的抗疫活動 那...我大概梳理一下這個時間順序 就是2013年有發生所謂的 親歐盟的示威活動 當時他們有一個親俄總統雅努科維奇 他在歐盟高峰會之前就... 他原本答應了烏克蘭說 我會跟歐盟簽署貿易協定 後來拒絕 在...在前夕他拒絕了 那理由就是因為他受到俄羅斯的威脅 那2013年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後來就發生這個抗疫活動 後來他們就成功把這個親俄總統趕走 但是... 從那個抗爭活動之後 2014年初開始 烏克蘭東部就發生戰爭一直到今天 然後接下來2014年就是爆發太陽花 然後接下來後續有像香港的雨傘運動 跟2019年的反送中 所以... 我在烏克蘭念書我就看到說 烏克蘭他其實某方面 跟台灣存在著某些相似性 而且他的歷史是跑在台灣前面 因為... 就連我們聊天這個當下 烏克蘭東部還是有發生戰爭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 我想問一下他的G0V 就是... 貴單位是否有對烏克蘭有一些研究這樣子 謝謝 歡迎加入G0V 然後自己來開啟這個專案 G0V News有寫過烏克蘭 而且是直接采訪烏克蘭人 所以... 有兩篇蠻長的文章 我寫的 對 然後... 對... 然後... 烏克蘭也... 台灣很多媒體都有關注 包括我服務的報導者 其實... 有帶著文章在討論這些事情 嗯... 對... G0V 在... 在... 對社群... 提供關於... 那個... 烏克蘭的貢獻 那... 再來我們請那個... T-Mark 嘿... 哈囉... 有聽到我聲音嗎? OK... 好... 我就是要跟... 伯鋒來吵一下架齁 那個... 那個... 欸...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這一次沒有打到疫苗 我覺得很沮喪 因為我受到假新聞的受傷這樣 我們曾經有一陣子的時候就是 大家都不去打疫苗 然後那個時候 疫情還沒有在台灣爆發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開放到 給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去生 就是自費去打疫苗 這件事情嗎? 然後我們就有朋友 好比說那個... 揪鬆的那個... 貝斯就有打到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每天在... 臉書牆或是在其他新聞裡面 看到的都是在談 呃... 呃... 但是還是覺得我時光重來 我好像沒辦法 有那個... 能量力量去... 抵抗這個假訊息說 欸...其實我... 應該要做出... 那個覺得應該最好的... 最正確的選擇 就是我打疫苗 然後我...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如果我當時有再多更深入去了解 其他國家目前在發生的狀況的話 我就不會做出那麼蠢的判斷 你知道嗎? 所以剛剛伯豐講說 我只做我國家 只做境內的 然後不管... 不管... 國家其他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就是受害者啦 就這樣 那伯豐那種玩法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了嘛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我想要 echo一下 就是... 在書裡面有一個章節 就講法國了嘛 我就是看了法國之後 才知道說 原來... 呃... 在美國發生16年的那次選舉 發生的事情這麼嚴重 就是極端主義者 就是在... 就是在... 在玩這些... 玩這些遊戲這樣子 然後... 在16年玩成功的時候 決定去17年那邊玩 然後只是可能因為 剛好與戲的關係 所以... 呃... 與戲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順便來玩台灣的這邊 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比較靠... 按那邊過去這樣子而已 那萬一他們把那個玩法也直接抄過來 那我們就是完蛋啦 這樣子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是因為看了這本書 呃...如果這本書早點出版 我看了這本書 那我會覺得說 我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知道說原來 其他國家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 就會有點像注射疫苗 讓我知道說 欸...別的國家發生這種事情 那我也要小心一點 這樣 我就可以早點打到疫苗了 那我現在... 抱歉...抱歉... 對...就這樣 哈哈... 氣...好...氣...好... 謝謝... 謝謝... 真的太...太看透了 剛剛Johnson說 他回了超多AP的假訊息 但他也沒有達到疫苗欸 哈哈... 我覺得第一個 其實太多訊息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包括說最近在... 嗯... 最近在GNV Slack裡面 就是會討論到關於那個... 那個... contact tracing app 這件... 這個... 這個事情 最近好像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認知作戰上的戰場在那邊發生 那其實那個澄清跟... 跟假的已經到... 確實多到一個無法... 無法... 確認... 就是... 沒有辦法分辨的狀態了... 但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也許會要回頭過去做一個... 比較更原始資料的釐清 比如說你用時間序啊 或者說... 政府有一些實際上的開放資料出來 會... 比較容易說服 而不是在... 用比較... 比如說... 政府現在很喜歡用圖卡嘛 那這一種就... 我覺得其實... 那... 常常已經處理過的訊息就是... 相信的人就相信 不相信的還是不相信 好... 那再來就是... 那個... 我們請... 那個小翔... 主持人以及智希 然後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一位剛畢業的... 新鮮人 然後... 我想要詢問的是... 剛剛在... 這個會議的一開始有... 有詢問到大家在... 看新聞的人多不多 然後... 這樣子的反應好像是真的很少 然後... 我自己在最近當兵的時候 發現林兵他們其實對台灣的新聞 已經非常的默不關心 可能是失望 可能是... 資訊真的太龐大太多 那... 如果真的要去了解的話 他們可能會受到這些武器的干擾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判別 或者他如果真的要很了解 他需要有很多的文字 像是... 深度暴躁 例如報道者 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兩千個字 但是他們... 又很希望可以快速的去了解這些東西 可是做成影片 又沒有辦法很深入 這是一個矛盾點 所以我想要請問智希 或者主持人 怎麼去跟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對台灣媒體失望的人 怎麼去跟他們說 他們到底要怎麼去看... 去吸取這些知識 然後我要先自首 我已經有去買這本... 我也有預購這本書了 然後我想要問智希 在還沒讀這本書之前 你希望... 讀者會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去... 進入... 這個真相製造的這個世界 謝謝 喔... 什麼態度 我是騙你耶 就... 這有點... 不少 然後所以你可能需要 就是... 做好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很多人 像智希拿到的時候 就嫌他很厚嘛 因為拿到的時候 的確會... 會有一點嚇一跳 對 還好其他就是看你心情 你可以看章節 或是照順序這樣子看 呃... 一兩千字可能只是我們的臉書 貼文或即時耶 我覺得... 你可能誤會了 不止 我們的文章可能是五千字起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我們有在改進 對 呃... 這就是我一開始在說的 就是... 這本書裡面其實 我是記者嘛 所以我寫了很多媒體轉型的事情 然後我剛剛... 呃... 我忘記一次 可能是Johnson或是比林 還是哪一位有提到說 呃... 呃... 專業者要學會用不同的方式 跟大家對話 這也是一樣發生的事 就是... 呃... 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新的方式 去把需要資訊的人找回來 或者說我們自己要趕快跟上他們的腳步 這個是... 我一開始的時候有分享說 這五年我自己的... 就是... 看過了這麼多人 他為什麼會需要這種... 呃... 有問題的資訊 或是這些有問題的資訊 怎麼樣透過商業機制找到他們 我某種程度在學習 就是... 呃... 怎麼樣滿足我的受眾 他們對於資訊的需求 那... 過去的媒體的方式 可能是... 呃... 有一點... 由上而下 可能高高在上 或是... 他是有一個媒體的第四拳 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希望大家來看他 那... 現在不一樣了嗎 現在可能是我們要主動的去追尋 就是... 閱聽人的眼睛在哪裡 呃... 剛剛... 小翔提掉的情況 就是我在演講的時候 遇到大部分的情況 尤其是高中生或大學生 老師都會說 他們完全不關心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了 所以... 我只希望你能夠讓他們 對這個社會有一點關心這樣子 就是他... 找我去分享的時候 很多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的確是我們自己要學習啊 就是... 怎麼樣... 讓他們回到這個社會理解 不然的話 也不能純粹怪罪他們 我覺得是我們真的要去理解 他們的情境是什麼 所以... 呃... 像... 呃... 君主... 就方君主他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嘛 所以... 呃... 接下來也... 如果有機會的話也會邀請君主 就是... 在Podcast 的時候分享他 對於這些受眾的理解 然後他怎麼跟上他們 我自己的話就是開始做Podcast 就是... 呃... 做Podcast對很多記者來說 是完全做一些記者不應該做的事 他們覺得 對... 但... 我自己就是也在學習怎麼拿捏 但一切都是為了讓... 就是... 需要資訊的人可以得到資訊 那我們自己是靠這個... 維生的... 領這份薪水的人 可能就要去學習怎麼樣生產出... 其實新一代的人 或是更多的人... 取得資訊的方式 就去滿足他們 就是... 我覺得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我沒有... 我沒有答案 但... 我們正在努力做這樣的事情 這樣... 嗯... 我覺得蠻多人在嘗試的 報道者啊 然後... 呃... 在這邊嗎 HC要不要講一下啊 有有有 他有他有 來來來 HC 講什麼 講你們做了什麼嘗試啊 你花那麼多力氣做那個... 欸我們最近那個... 嗯... 發現... 反正上Facebook都沒有用 我們最近那個... 打疫苗的流量非常好 然後幾乎全部都是Line 你要不要先講一下你是... 做什麼的 因為這邊應該很多人不認識 好 呃... 就是... 媒體 對 但現在... 現在講媒體很奇怪 現在大家都是媒體 然後... 就是... echo一下之前 就是在講... 呃... 在意做新聞 或在意真實的人 其實就是... 誰在意誰痛苦 現在看到中天 前幾天看到中天在YouTube 就完全解放了 就是沒有NCC管的時候 之後就是真的... 就是... 那個風格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誰在意誰痛苦這樣 那... 對啊 我們還是想辦法再做... 資料新聞 然後... 就是嘗試用數據 用資料去講故事 然後... 所以最近也做了蠻多 就是跟疫情相關的東西 比如說台灣的疫情怎麼擴散 用圖表跟... 用地圖跟時間走 我來告訴大家 那... 還有上禮拜 就是讓大家可以訂閱 電子報 就是如果... 換到你可以打疫苗的時候 我們就會通知你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嘗試用一些新的方式去接觸... 不一樣的讀者 那... 就是剛剛大家在講就是... 雖然大家都是在看社群網路 但我不覺得大家就不看媒體 因為... 大家其實是... 接受資訊的方式不一樣的 以前的... 比如說... 媒體... 新聞媒體全盛時期 可能四大報就是... 大家的入口網站 那現在就是... 現在的新聞媒體變成只是... 便利商店裡面的... 一個產品而已 就是入口網站已經變了 所以... 我覺得就是... 想法上... 可能會需要一些改變 那... 怎麼在... 便利商店吸引大家的... 目光 就是我們現在嘗試在做的事情 這樣子 對啊... 那... 順便回應一下 就是... 剛剛來吵架的李伯鋒先生 哈哈...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不做國內 就是... 我覺得現在很難分國內還是國外 就算PTT 你知道這些人是國內還是國外 然後... 我們當然嘗試要做... 就是各種來源的 但... 其實... 就是... 就算你有... 大部分Social Network的... Traffic來源 你還是很難... 去找到它的脈絡嗎? 因為...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現在的... 各種訊息... 是... 就是各種傳訊息的軟體 其實才是大家接收... 來源... 接收... 資料跟訊息的來源 所以... 很容易在做... 這些trace的時候就會中斷 那我們... 有嘗試做過一些事情 但... 目前看起來... 很難成功 對...所以... 我們有努力了... 抱歉... 好... 先講這邊 好... 那... 我再多講一句... 其實... 我每天都會看報紙... 然後... 我就應該是... 很少是會看報紙的... 但是我看是看國語日報... 老實說... 我覺得國語日報... 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新聞報紙... 我覺得是台灣的... 僅存的直報這樣... 而且因為它非常的淺顯易懂... 所以其實它的... 它的... 就是... 很好access... 所以... 其實我還蠻推薦大家... 看... 看國語日報的... 它介紹各種... 各式各樣... 很新的知識... 對... 那... 呃... 對... 然後... 呃... 我們其實已經時間到了耶... 然後現在還有誰... 還有舉手... 還沒講到話的... 呃... 國豐剛剛好像又舉手一次... 你要再講一下嗎... 好...請... 好... 那... 反正我就負責來吵架了... T-Mark... 我跟你講啊... 我就是... 就是... 從知識的基因那本出來啊... 你會接受到假訊息是因為你沒有認識到真正的意思啊... 正常人... 打疫苗當然是問醫生啊... 你為什麼去看那個... 什麼什麼假新聞跟國外的新聞分析呢...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來認識我啊... 那你不認識我... 你至少認識希友高啊... 希友高就打AZ啦... 他比我還早打耶... 對啊... 所以我這樣子... 有沒有嗆爆你這樣子... 呵呵... 沒有... 我們是溫暖而有緣性的... GiniV社Gini... 這個... T-Mark下次記得在Stack裡面... Cue李博鳳... 任何大小問題都可以問他... 而且他現在提供線上整療服務... 真的... 真的... 好... 然後我剛剛看到那個slido裡面... 現在最多人想知道的一個題目... 我覺得是超好的題目... 就是... 呃... 比特問的... 他說最近提到大家都是真相製造鏈的一員...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自己... 應該如何應對... 我在想... 這一題... 我們是不是開個共筆讓大家寫一下... 就不要再這樣... 小組作業... 真的... 對... 就不要在這裡... 有... 解決不了事就開共筆... 對對... 解決不了... 而且時間不夠... 我們就開共筆... 那... 呃... 還是志心想要先講一下... 或是有誰想要先回應一下... 我真心希望能開共筆... Peter開個共筆... 呃... 我以為剛剛已經聽到很多答案了... 就是... 嗯... 其實有一些專案就把門檻降低到... 每一個個人都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 T-Mark 關於疫苗這件事情... 然後... 就是... 大家也知道... 就是... 吸收的來源... 這些怎麼樣確保... 然後... 在新聞業工作的... HC... 或是我也告訴大家... 其實有... 不同樣的資訊來源... 可以... 現在是大家可以... 就是... 可以訂閱的... 或是可以... 服務大家的... 然後... 呃... 其實... 對啊... 剛剛的所有的對話... 我覺得都在回應這件事情吧... 就是... 我的書只是... 很有架構性的... 然後... 用印尼的網軍... 然後... 劍橋分析的人... 然後什麼... 大家在第一線實務操作的細節... 去告訴你說... 他的那個需求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怎麼樣... 生產這些資訊... 然後怎麼樣... 讓你去想要分享它... 這些很明確的寫出來之後...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做選擇的時候... 那剛剛就demo出了... 各式各樣... 大家在不同位置上面做的選擇... 以及... 在這個社群裡面... 可以找到很多...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我覺得... 答案已經出來了耶... 就是... 對... Peter應該也都... 也都覺得有... 有被回應到了... 這樣子... 好... 我們等一下再把那個... 有些... 還可以在... 很久沒有人做... 然後還可以再撈回來的專案... 再列出來... 也許可以吸引到一些... 新的貢獻者... 然後... 呃... 那我們今天的... 呃... 線上簽書會就到這邊... 如果還沒買書的... 請大家趕快去買書... 然後... 呃... 記得要參加那個... 武營後續的讀書會... 然後我們... 呃... 歡迎大家加入GTV的Slack... 然後剛剛國鋒說... 要不要開一個臉書社團... 欸... 我... 我是建議看大家... 要不要在Slack裡面... ThisInfo... 這一個... 呃... channel... 就是這個頻道裡面... 可以一起有一些討論... 喔... 簽名版喔... 有... 對... 在...在五營買都是... 簽名版... 然後在五營買書... 可以免費參加... 兩場讀書會... 那一場其實就是... 50塊啊... 只是確保大家會出現... 這樣子... 因為它也是... 這個帳號也是要錢... 就... 對... 所以... 那邊有四個讀書會的題目... 我覺得... 其實裡面會講很細... 就是我在德國跟... 法國瑞士西班牙看到的東西... 尤其是法國跟西班牙那邊會講... 開放政府... 然後瑞士那邊是有... 蘇黎士的那邊... 我放了他們就是... 做... 呃... 網路教育的最大的一個... 一個... 呃... 算是... 怎麼樣... 就生出一套... 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生... 都給他們做的... 就是... 保護隱私也好... 或是叫他們做... 數位... 網路素養的這些的教材... 然後就... 專訪了他的想法... 那德國那邊就是很多... 呃... 公民的project... 他們怎麼樣... 反這些新納粹... 他們怎麼樣培養公民這樣... 然後另外兩場就是跟... 一些大大們的... 實際經驗的交換... 我覺得應該都是大家... 有興趣的... 然後... 7月21號... 在美軍的幫忙之下... 就是在... 科技部的人文社會中心... 舉辦... 一個線上的對談... 就是... 美軍我跟... 呃... 新興科技中心... 然後還有... 呃... 和米修老師... 然後還有... 劉德昌老師... 然後7月16號是... 張潔平跟... 辯中沛還有我... 然後在... 春山出版的... 粉絲頁上面可以看到... 所以... 這些... 大概接下來有六場... 七場的活動是有點多... 可以都... Follow那個... 孫山出版的粉絲頁... 然後... 就會透過那邊做發布... 那... 武營的話就是在... 武營的官網上面... 就可以直接... 報名了... 今天很謝謝大家的時間... 成果報告... 希望大家有滿意... 這樣... 呵呵... 非常謝謝志欣... 那也謝謝大家... 那... 我們下次... 沒有人系列再見... 那... 大家要好好念書喔... 有問題繼續討論... 然後努力貢獻...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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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